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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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同学 大家好 我是王虚丽老师 今天我要跟各位同学来谈 刚刚从立法院三图通过的 就是在111年的5月30号 刚刚从立法院三图通过的 公务人员服务法及公务人员保障法 最新的修法的内容 那我们这个影片 就针对这个区块 做一个简单的说明 好 那么首先我们就先针对群续部 称依据我们立法院修正三图通过 公务人员服务法的内容 他有写一个新闻稿 那我想我们就依据这个新闻稿 来跟各位同学稍微说明一下 这一次修法的一个内容 那为什么用全序部的新闻稿呢 因为这个公务人员服务法 主要的主管机关是全序部 那依据这个新闻稿 就是表示它是官方的新闻稿的内容 我想我们一起 以这个来做一个说明 会比较妥事 好 那么我们简单大概看一下 因为它这个是在说明就是说 因为这个立法院是在5月30号通过 公务人员服务法的修正草案 那因为这个草案其实很久以前 从民国28年制定到现在 其实这个到现在才做一个 这个全文的一个修正 那因为这个也要符合时事的状况 第二个部分就是说 因为其实我们这一次的一个服务法修正 最主要是依据什么呢 依据这个司法院这个 市制第785号的一个解释的内容 那市制785号的解释就是针对说 像我们这个我们警察人员 属于轮班轮修的公务人员 那应该要设计一个要符合 跟宪法有关服务职权跟健康权 为意志的一个框架的一个规范 就是要针对我们的公司的状况 那我们应该要这个针对我们这 轮修人员的这个勤务的时间 要有一个明文化的规定 要法治化的规定 因为要注重我们同仁的健康权 那所以呢 因此啊 因为市制785号是要求说 我们要订定这个相关的这个勤修的规范 那所以呢 在这种情形之下呢 因此啊 我们在公务人员服务法里面 针对我们公务人员的这个 这个办公的时间 以及呢 这个办公的时速的上限 做一个规定 那除了这个之外 当然这个 有关于我们公务人员勤修的这个规定 会在我后面 在影片的后面 会针对这个部分进行说明 那这一次的公务人员服务法 其实修的内容 除了这个勤务的时间之外 还有针对 呃 兼职的部分 来进行一个律定 那当然这个兼职的部分呢 你说跟我们警察有没有很直接的观点性 当然有啦 我们其实像警察人员 兼职的部分也有 之前有一些案例嘛 那也引起社会上的一些关注 比如说我们有一位学长很厉害 很会做求评 他这个求评 他在这个求评界是很有名的 那他在他勤余的时间去做求评 然后因此被判定是 违反公务人员兼职的规定 那当然这个就引起了许多的争议 那所以就是说 你说 所以兼职的部分跟我们警察人员也是有关 不过我们今天的影片呢 只会主要针对我们同仁的 勤修的规范的部分 会进行相关的说明 那至于兼职的部分 各位同学大概知道就好了 大概知道 就是说他其实把一些 比如说你如果是从事公益性的活动 那你在没有知心的心情之下 而且是在公余的时候 去做这样子的事情 是OK的 这样的兼职是可以的 或者是说呢 你用个人的才艺表演 获取相当的报酬 在你公余之时 就是法定的工作时间之外 比如说你去参加一些歌唱活动 歌唱的比赛 这个都可以的 都是可以的 但是要在法定工作时间之外 好 那当然这也有在针对呢 就是针对这个工营事业 还有老师的工 老师的 这个教师兼任行政工作的 这个是不是可以兼职的 这个部分 也有做一个律定 那不过这个跟我们警察人员 就比较没有关联性 所以这边呢 我们就不多说 就不多说了 好再来我们来看呢 公务人员保障法 因为也有修正 也是在同一天 在今年111年的5月32日 同时修正通过 那公务人员保障法呢 它的主管机关是公务人员保障 及培训委员会 那由这个公务人员保障 及培训委员会呢 是主管机关 所以是由他来发一个新闻稿 那这一次的修法呢 其实跟我们警察人员 就有蛮大的关联性的了 那他的抬头就直接写说 值班时数就算加班 那补偿评价要合理化 那加班补修带者走 无法补修就结算钱 他用这四句话来做一个slogan 让一般民众可以很清楚的知道 这一次的修正的内容 主要在谈什么 那这一次主要的修法 就是针对公务人员保障法 第23条的规定 那至于第104条呢 其实就是说 它是由考试院订定相关的规定 然后什么时候执行 这个比较不重要 重点是在于23条 好 那么这次修法的内容呢 主要就是呢 把这个实质化跟值班制度加班化 那以及呢 加班补偿合理化 以及结算 补修结算的这个核实化呢 做一个律定 他就明定说 我们公务人员加班补偿的方式 应该要以加班费 补修假为原则 那行政奖励为例外 也就是说 这一次的修法的内容呢 就是说要求啊 如果你加班 就要给加班费 如果你机关的预算不足 没办法给加班费 就补修假 可是如果补修假也排不出时间 可以来补修假呢 以行政奖励为例外 这个我们后面会再跟各位同学 再谈比较仔细一点 好 而且呢 这一次的修法也把这个值班 然后包含代命扶行 也纳入了加班的范畴 也就是说 我们把民文规定说 代命扶行也算是加班的一部分 这个以往呢 因为没有民文化规定 所以到底代命扶行 能不能算是加班 一直都有很大的争议 那我们就直接 以这个公务人员保障法呢 就直接把它纳进来了 他算是加班 好 那当然这个部分呢 也会有针对 这个加班的时数的部分 进行一个 一个律定 跟一个说明 除此之外 这一次的修法很重要一点 就是补修 补修你如果换单位的话呢 可以并记 什么意思呢 这个等一下我们会谈 就简单来讲 就是说 今天如果你换单位 本来的补修 你在A单位的原来的单位 假设是A单位你的 这个加班补修的时间 你如果转换到B单位的话呢 不好意思 以前的你A单位的补修都不算 可是现在规定都有可以计算 都可以并记的 好 那么为什么这个修正案呢 其实主要也是呼应我们司法院的这个 4次第785号的解释 这个785号的解释 其实对于我们警察人员 包含消防人员 警校人员的这个勤务的状况 这个其实是帮助的很大 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个 特别是各位同学要准备这个 不管是警察人力资源管理 或者是警察行政管 警察行政与法治相关的 这样的一个科目的时候 这个都是蛮重要的一个解释 大法官的一个解释 同学务必要搞清楚 好 那么我们接下来就进入到重头戏了 这次的公务人员服务法 其实修正的内容很多 可是我是针对呢 我们今天是针对呢 这次修正的第12条的内容 进行一个说明 我们先来看一下修法的内容 第12条规定 有讲到说 我们每天工作的办公时间 以8小时的原则 一周最多 一周呢 总工时数就是40个小时 而且要两天的休息日 好 那这个是以前就是这样子的嘛 好 那么呢 那再来呢 我们来直接看到下面 下面 下面 我们原则上 他这次特别提到的 就是说 我们每天工时 已不得超过12个小时的原则 那如果呢 延长办公时数呢 就是加班 你加班 每一个月不能超过60个小时 60个小时 也就是说 这个如果各位同学考这个特考的时候 很有可能选择也会考这一题 就是说 我们现在 这个工时 工时 每天已不超过12个小时的原则 每天 那每个月不能超过60个小时 那当然 这边 这边有个诞书 就是说 如果你是抢救重大灾 重大的灾害 或者处理紧急 或重大的突发事件 或者是说呢 办理重大的专案业务啊 或者是办理季节性 周期性的工作等 另外的一个情形之外呢 可以延长办公时数的上限 也就是说 如果你是因为 比如说 我们专业角色 可能你刚好呢 这个 这个 加班4个小时了 在最后的30分钟 你是巡逻的时候 最后巡逻情务 最后30分钟 接到了 案子要去处理 那你就到现场去处理 那你一定 事必一定要超过半个小时啊 你不能跟这个 代班的可能是巡逐啊 或是跟小队长讲 欸包括小队 小队小队 不好意思 遲过12点钟了 依据规定 我不能超过12个小时 我被来照 这个基本上呢 如果你是处理这种紧急的突发事件呢 是可以延长你的公时的 可以延长公时的 好 再来 我们来看 轮班的公务人员 在更换班次的时候 至少要有11个小时的休息时间 啊 当然如果你有特殊情形的 不在此线啦 这个我们等一下会跟各位同学谈 也就是说 以我们警察人员 外勤的警察人员 轮班制的 我们都是轮班制嘛 轮班制的公务人员呢 更换班次 至少要有连续11个小时的休息时间 这个跟我们警察勤务啦 警察勤务里面是规定是说 至少要8个小时的休息时间嘛 对 好 那现在是延长 至少要有11个小时哦 各位同学要记得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立法理由 因为其实这个立法理由很多啦 那我们是截取呢 跟我们这几个条文比较有关的 那特别各位同学 我们在看黄色框框的地方 也就是说呢 我们这一次是明定说 公务人员办公时数 连同延长的办公时数 你一天不能超过12个小时 简单来讲就是不能超 加班不可以超过4个小时 对吧啦 那你每个月的延长工时 不可以超过60个小时 那当然如果你是这个抢做重带灾害啦 比如说你是进驻到这个灾害应变中心啊 或者是说呢 你要去处理紧急的突发状况 比如说像传染病最近这个 像这个COVID-19的这个 这个新冠肺炎的这个区块 对哎 你要处理这些重大事件 或者说你要处理集会游行的活动 这些那这种类似这种状况 因为他其实是这个要处理非常紧急的状况 那所以呢 可以延长你的工时 不受到每日12个小时跟60个小时的规定 同学还是要稍微注意一下 不过同学可能看到这边就想说 啊老师啊 那该的那有什么意义啊 啊啊啊啊 我们很多时候都是 我们的工作的勤务状况都是这样子啊 那其实你法律律定12个小时没有意义 当然可能同学会想说实质上感觉好像没有差 可是实际上来讲因为他其实是法制化了 他既然法制化了以后呢 也就是说今天你原则上你工时就是不能超过12个小时 你要超过12个小时 你一定要有重大的理由跟重大的事件处理才可以 平常一般的勤务规划不可以超过12个小时 其实这个法 他把民文化 其实他有个法源依据 这个其实对于我们警察行务的编排来讲的话 是有很重大的意义哦 不是没有意义的哦 有很大意义哦 好 那 为什么要去订定这个所谓的公务人员服务 我们是属于这种业务性质比较特殊的这种公务人员嘛 那我们的勤修状况因为在以往就是规范不足 所以他认为违限嘛 785号解释认为我们的这个这个勤修的 特别是警察跟消防人员这种勤修制度 没有规范的很清楚是违限的 所以呢 我们要他要求说我们一定要订定这个这个公务人员的服务的时间 跟休假制度要法律明文规定 也就是说要把法的位置提升到法位阶 他的这个法律的位阶 好 所以为了要落实785号的这个解释 所以我们规定 这个各机关 他会因为他的业务属性或工作性质的特殊 来实施轮班轮修人员的勤务条件 那你要你如果要实施这个轮班轮修的话呢 你要兼顾同仁的健康权 你不能让他受到侵害 所以要形成法律制度 那至少 他可以符合呢 我们这个对于公务人员 特别是警察消防人员的这个健康权的一个最低限度的保护要求 他的意思就是说 我把我们的这个请务的时间 公时呢 明定在法律里面提升到法律的位阶 目的就是要保障我们 检察人员的一个健康权 好 那这个就我们刚刚讲就是说 我们轮班次的公务人员 在更换班次的时候要有一定的休息的时数 这个才会符合我们这个宪法保障健康权的一个目的 好的一个目的 好 那么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就是说 那当然啦 我们这边 轮班的公务人员至少要有11个小时的时间休息 可是呢 如果你是因为勤业务的需要或特殊情形呢 就不在此限 也就是说 如果你是有特殊的勤务状况的话呢 是可以呢 不用这个 连续11个小时 那这边的立法 修法的理由是提到这个移民署的事务大队 那他们的主管人员因为日夜要督勤 然后他还有值班业务的受理 那有的时候有可能要值两班 然后连续值两班的情形 那这样子 如果你是让他要让他连续休息11个小时的话 就没办法嘛 对不对 那所以呢 原则上如果是类似这样子的一个特殊的情形呢 原则上呢 是可以 不受到这个连续11个小时休息时间的限制 但是大部分来讲 在一般性的情形之下呢 除了特殊状况 要不然 原则上 在更换班次的时候 轮班次的这个公务人员在更换班次的时候呢 至少要有11个小时的休息时间哦 除非你有特殊的情形 要不然都要有11个小时的休息时间 好 那这个呢 那是我们这个公务人员服务法第12条 有关于我们勤务时间的一个律定 那这个部分呢 老师觉得是跟我们警察人员呢 影响还蛮大的 影响蛮大的 那这个同学稍微留意一下哦 字幕蔓人分享 台湾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